欢迎来到《Hong Kong On Screen》的频道 带来到Hong Kong On Screen 一个Los Angeles-based non-profit organization 推荐香港的电影和文化 好了,又回到《银幕香港》的频道 我们今天这集仍然是香港电影史的第五集 我们也在讲60年代的电影 上一部分,蒲峰跟我们介绍了 在60年代整体上的香港特色 我们专提了几类的时间发展 第一类是粤语的舞后片 然后有一些小夫妻的喜剧 然后有青春歌舞剧 最后一个类型就是国语武俠片 我们今天就会继续讲 蒲峰你在这儿吧? 是 说完了,我们这个国语武俠片应该是 我不知道你要讲多久了 因为这个也是你的专长 其实这个也是在蒲峰本书里面 也会找到蒲峰的见解 是他的那本书 《电光影女斬春风》 大家可以看看,应该你有一个节目 就是总体讲国语片 就是国语武俠片 另一个节目是讲蒲峰 接着有一个节目是讲胡金全的 所以起码有三章是讲 关于新武俠片 是什么? 可以这么讲 但这个应该是总体讲 整个国语武俠片 对,总体讲 对,对,对 对,对,对,对 对,对,对 对,对,对,对 对,对,对 对,对,对 delegates 张劍 就是说少说小语武俠片 张劍也是一个特特的 然后 Focus 我会讲胡金全 但是胡金全 我主要就是跟国语武俠片 都是一起讲的 因为台湾和香港武俠片 都是国语武俠片 但昨天他们各自包含 也都互相影响 但是它有各自有特色 那今集我自己觉得 stiff 说国语武俠片 但是实际上我是讲张劍 因為整個邵氏用類型來說,邵氏當時最厲害的類型就是黃梅調 在過去的貨品之前,但其實它是有策略地,因為貨品不是畫法就畫的 整個製品的設定都不同,我舉個小例子,黃梅調最重要是什麼呢? 就要有人唱歌,所以邵氏是有一隊銀幕樂隊的 我有訪問過呂陪元,她現在是美國,呂陪元是一個鼓琴和肥靶的高手 她是中學,我跟她聊天,訪問過 他們其實真的有一點像今天《荷爾會電影》 那這個是,我相信香港之後都應該很少有,香港都是有樂師幫她做 但是呢,整隊樂隊這樣,當然樂隊不是用美國那種大型的樂隊 但是呢,其實都是有十幾個人的 但是,這些東西一去到貨品,根本就不需要了 但是呢,你用貨品去配合呢 那如果你不要求高宇物片,你只是馬動畫而已 偶然劇一馬,那場景都可以很簡陋 那《荷爾會電影》的場景是相當簡陋的 大家看看,這個場景,那它的優點是其他部分 但是都笑笑回物片的時候,它是要整個投資的 包括它的公安古裝街的一導遊 那這個培訓舞師可以配合它的明星,打鬥 那也要養馬,它在馬會收購了一些退役的馬 它說,迪龍之好做到去騎馬 其實呢,整個製作是有配合的 少許是有參與地,要搞我裡面 最先成功的第一步應該是 胡金泉的達翠俠,然後跟著它就是其他 但是最先出的,我沒記錯應該是 徐曾宏的江湖騎俠 但是江湖騎俠的製作,當然一開始已經知道 提升過以前很多,但是呢 江湖騎俠的概念是落後的 那它也是在拍攝二、三十年代最出名的 胡金泉俠俠的故事 然後,關於它又改動 製作有水平的提高,但是呢 它還是在精神上差一點 那麼,到時候後來,因為讀《秘多》成功之後 其實所有導演都是要拍幕片的 比如說拍幕片,本來是拍的 基本上那些全部都是文藝展出身的 那麼,典型的我舉一些最重要的例子 例如《惡風》、《蠔巡》、《羅惟》 那他們全部都是演文藝展 那麼,另外跟著有些《何夢話》 他們對什麼是電影 為什麼要怎麼拍的 都是文藝展的 那麼,今集《開宗明》就說了 其實,有時候拍戲的人 整班人的文藝展是怎樣 他們拍什麼戲,結果是很影響的 結果他們無論拍什麼戲 他們都是這樣 舉個典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 《女明星》 雖然主演拍幕片 但是絕大部分這些文藝展出身的導演 他們都會,當他們要拍一個幕片的時候 他們都是習慣了,我們懂得說 怎樣說一個女性為主角的戲 於是,他們都是拍一部女合片的 用女性做主角的 用女性觀點來拍這個幕片 然後,其實呢 武漢是一個非常之 特別的一方在那個年代 是一個非常之男性的類型來的 我們用回那個年代的背景 我很明顯的 你看看美國的西部片 《硬漢偵探》 全部都是男主角 或者《讀行俠》 那時候流行的《讀行俠》 然後跟著《尖士邦》 日本的武士片 全部都是男性做主角的 女性很打的 日本當然是有一點的 也就是盲女 但是呢,比例是很少 最佔主流都是男性 但是問題就是 這班拍開文藝片的人 要去拍一個鬥爭性的戲 其實他們是找不到的 為什麼去拍一個男性做主角的戲 他們是不懂得掌握的 所以第一,他們傾向他們拍戲 就自然地呢 就把女性做主角 就是他們不會懂得說 我們要講一個不屈的男性呢? 他們是不懂得拍的 他們不知道怎麼拍的 或者他們都不相信電影是應該這樣 或者好的電影是講這種事情 他們只是覺得這些叫做 血腥、打殺 是一些很無謂的、很負面的 因為傳統武藝片在中國的電影史裡 從來都是被批判的 這班以前是文藝片的高手 人家要去拍文藝片 全部都遇到難題 也都拍得不好 基本上 除了一些 真的願意比較認真地抄外國的電影 一兩步之後 其實那批文藝片、導演、轉化、畫片 全部都拍得不好 只有一個人 就是張哲仔看到這種重要性 一個講一個男性的鬥爭的戲 他本身有屬於距離價值 他的美學觀念、美學的看法 於是他就拍這些 所以 其實這個不是一個 有時候我們很容易為代言 我上次講青春片 你都不明白年輕人 其實這個 是不關乎年齡的事 是關乎觀念的事 張哲的年齡 和那些文藝片的人 或者甚至拍青春片的人 其實差不多完 但是張哲的看法 對視頻的看法 他是另一個看法 不適合那個年代 那時候張哲在那些階段就冒起了 而他就拍的 那些文藝片的 是全部不同的 這次也是最成功的一個 在那些階段 那這次是 講起張哲 其實他第一部片 不是獨臂刀的 不是 不是第一部片 是苦合遷仇 是不是第一部 應該是 他的第一部武俠片 是苦合遷仇 當然他之前是發過的 拍過一部叫蝴蝶杯 那樣的戲 蝴蝶杯也是王媒調戲 很有趣的 有種叫做楚財進用 應該不是楚財進用 應該是 他是不適合那樣的 雖然他懂得寫的 但是 這次張哲開頭 是非常之不順情 因為他在流行王媒調戲的時候 就叫他拍王媒調戲 但是他整個人都是 是一種 就是他對電影的訓練 或者他的專長 都是拍一種男性情 或者男性 在和惡勢力鬥爭之中 展現出來的英雄器概 是不會在王媒調戲裡面適合的 所以 比如他的王媒調戲 那個男主角 那個時候 他拍王媒調戲的時候 那個男主角 最多是誰呢 就是寧波 我都寧波做 他就堅持 我這部戲的男主角 是用回一個 我會叫他喬莊 做男主角 就已經是 就是對那時候已經 那時候 哇 你怎麼這麼傻的 王媒調戲 當然要找寧波來做 寧波才紅 那之前好像說過戲曲的問題 就是 戲曲一定有一個 反串的巨星 戲曲的美學 就是 一個很柔弱的男性 原來是一個女性 比男性更加適合的 例如這個梁丹白 當然這個 我是整體講回香港流行的系統 我會補充少少背景 就是整個策略 要拍畫片 是應該在邵逸夫和周文懷拍板 他們對這個世界的認識 正在流行這些動作片的類型 又將次作為周文懷最主要的主將 去修行他的計劃 然後 但是一開始他們在製作上 他們沒有什麼導演 因為那些導演全部都是 跟開 都是前一 上一部已經盛名的導演 所以他們就找徐曾宏拍了第一部 叫江湖企合 但是在江湖企合裏面 徐曾宏是一個非常舊式的導演 雖然他應該 對他來說 他是一個新導演 但是他的觀念 因為他在一個圈裏面長大 但是他用舊的觀念 都是江湖企合裏面 非常差的 通常用來示範他出了什麼問題 就是用江湖企合這兩段 就是他原來呈現 那樣是江湖企合裏面 另外江湖企合裏面 這樣就受盡徐曾宏企合裏面 因為徐曾宏是導演 導演在現場也最大 但是他就不cus 那這樣 於是他就去噴通 趙氏說不如讓我拍片 啊 那時已經變得齊色了 我寧願拍一部黑白片 就是拍了第一部 叫《苦合遷秀》 我曾經有幸看過 其實沒成熟 以江湖企合裏面 然後《武藥專領》拍完之後的第一部 更加不是《武藥專領》 因為他是黑白片 他用王遠做主角 而且張柱是一個很實際的人 他知道他如果用一些最大膽的東西 將他對這個武藥片裏面的理念削減出來 會被整個製作的環境所抗拒 於是他是一步步做的 他製作專領之後拍完之後 這部戲我很難估計 我不是很清楚那個票房 因為現在那個年代的票房是見不到的 那票房應該不會太好 但是他依然拍完第一部之後 他拍了第二部 接著拍下去 拍下去都沒有到《武藥專領》 製作專領之後還有兩部 一部叫做編城三峽 一部叫段長劍 編城三峽其實是抄日本片的 但是他已經開始建立一些小小自己的特色 例如三個主角 日本的都是流行這隻的 流行男性角色 他就拍了三個主角 就是三個不同形象的男性 那部日本片我看過的 《武藥三殺手》 有三個不同的形象 一個是鈍一點 一個是飄紅一點 一個是正身一點 一個叫做邪派一點 一個叫做點形一點 就是正派主角形 那有三個 各自有三個形象 就是《皇羽樂年》 接著是《編城三峽》 就是段長劍 每一部的票房好像都是一路一路改進的 其實他都越來越放得多自己出來 到段長劍 他應該是皇羽做主角 就是《僑莊雙主角》 這部小說其實就是抄這個 惡虎藏龍的前傳的 叫做《寶敬金猜》 《寶敬金猜》就是講兩個好朋友的關係 一個在原著裏面 就是《寶敬金猜》本身一個就是 我們周韌伯的那個叫李慕伯 一個叫孟思超 他是講兩個所謂互相尊重的高手 然後到了這個電場劍之後 就終於到《獨秘刀》 《獨秘刀》就真的過了一百萬 聽說是香港電影史第一部 過一百萬的電影 這個說法是被後美被人嘗試推翻的 甚至好像都是嚴霧雲 但是現在有另一個說法 不是他的第一部 另一部應該是《金鷹》 其實是左派公司拍的 但是這個數字我懷疑是基於一些 不是準確的判斷 因為我看回那時候的報紙 說《金鷹》不只是計算香港一百萬 是包含一些東南馬裏面的票房才是那一百萬 所以我不覺得現在有另一個說法 其實也不是第一部 就是第二部 我不敢肯定另一個說法是一定的 我對現在是指引的傳言 這兩個是都有可能的 有一個是對資料的interputate 是有誤解的 就是《金鷹》的說法 可能是 但是我不敢肯定 因為這個另一個說法 它沒有提供任何證據的 就是你看看 你去找資料 有人只是這樣說的 Statement 沒有人說根據某個方法 就是提出一個很清楚的 就知道根據誰 但是Whatever 總之張徹就是有另一個名字 就叫做《百萬導演》 是吧 因為它是《百萬導演》 是 《百萬導演》 當然它後美就不單止證了 它是第一個拍《百萬》 《百萬導演》 基本上每部戲都過《百萬導演》 就是很厲害的 雖然事實上不是這樣的 它有些戲都是去不到《百萬導演》 它自己的感覺廣大 其實是誇張了 《百萬導演》 證明之後 到了七十年代初 它都是當時在香港最賣座的一個導演 沒有人可以給它更賣座 因為當時在香港 因為李漢祥和胡庚全都不在香港 李漢祥和胡庚全都不在香港 李漢祥和胡庚全都不在香港 直至李漢祥和胡庚全都不在香港 才有《百萬導演》 到《百萬導演》 到《百萬導演》 才可以超越《百萬導演》 即是可以超越《百萬導演》 即是可以超越《百萬導演》 所以《百萬導演》 是因為讀《百萬導演》 成了《百萬導演》 大家都會因為《百萬導演》 而進去看《百萬導演》 看《百萬導演》 但不是那麼簡單 而是因為它拍的戲型 雖然我們趙氏叫了很多人拍《百萬導演》 但當時的《百萬導演》 是獨一無二的 在那個年代是獨一無二 到後面不是 但應該在前幾年 徐張宏又拍《百萬導演》 剛才說何武華也拍《百萬導演》 這是很重要的 那不如我們馬上說一下 究竟張宏如何讀《百萬導演》 以我看了幾部 兩部主要是 看得比較細緻 第一個是《獨臂刀》 第二個是《大刺客》 應該是《大刺客》 應該是《大刺客》 我覺得第一是很血腥 很恐怖 看到腸都可以拉出來 手又斷 很多血 黃宇一定是穿白色衣服 因為白色衣服襯托她的血流出 很恐怖 然後她又恢復 這個很明顯受到日本電影的影響 看到 大場面你再說 一定有馬 因為有馬 變成聲音 聲效其實 你說她有現場樂隊也好 但我覺得 一對比起我們《獨二》片的聲效 一去看張宏這兩部的武學片 聲效真的好很多 場面宏大了 當然她的畫面的構造 你明顯看到她的成本是高了很多 你只看她《大刺客》 她在所有室內內境 她如何設計工廷擺設 還有臨技有多些 整個都是說人多到很重要 每次都是大場面大場面 而我看到《大刺客》 原來到了最後射箭射死她 其實我也覺得有少許感覺 好像張藝謀《英雄》 可能也有少許啟發自那部電影 是不是 感覺 《英雄》 你沒什麼看 《大刺客》 但試試看《大刺客》 《大刺客》 《大刺客》 這個研究方式 你一定要看回作為一個比較 例如我們剛才用的是各語片和語片 但《大刺客》其他導演都可以拍到 大概就是這樣 因為她都是《大刺客》 製作 她一定不會差很遠 所以仍然有拿少許其他《大刺客》的電影比較 其中一個其實張哲真正的 最後就是她終於拍一個男人 還有拍一個男性的時 還有是像男人的男人 什麼叫像男人的男人 就是她是有主見的 很特別的 如果你看回那時候女合片那些 女合片那些 她的男人沒有主見的 雖然她的武功可能不低於女主角的 但是她完全沒有主見的 她很有趣她是入門擺步的 其中一個張哲就展現很多這些 沒有主見的男主角 真正帶動時有故事的 依然是那個女合 而更加重要的是所謂陽光的氣質 首先是陽光氣質 就像男人的男人 而且還有就是 因為你沒有看《金燕子》 因為我可以這樣說 獨秘刀依然某個情況 張哲都不是張哲把自己所有東西放出來 我剛才說張哲是一個階段一個階段 即使是她的獨秘刀 她都不是 我們雖然看到很多後期的已經出現 例如有些血腥啊 血章很厲害啊 殘俠啊等等 那個男主角都比較剛常 但是呢 這個不是張 獨秘刀的主角呢 其實都是有一些 為了師傅啊 就寧願斷臂啊 後來師傅有麻煩啊 他就去解決 幫他解決 這個絕對不是張哲是一個男性主角 是一個男性主角的期望 原因很簡單 雖然她有父親一直存在 但是呢 張哲和父親的感情很疏的 那影片你會發覺 其實很多都是講孤兒的故事 那一陣子師傅呢 那張哲連師傅都沒有的 張哲學的東西都是東學西學 那張哲是沒有受到所謂的上一輩 這個就是張哲自己對世界的看法 他是一個非常現代的 他要建立一個現代的觀念就是 現代人就是 我們可能會比我們上一輩的厲害 即是古代就是 父親什麼都對 父親什麼都很好 所以師傅最好打永遠都是 本來武術工就是 年輕貴能是最好的 但是在中國的古製裡面 師傅永遠都最好打 去到業務 都是師傅最好打 這個其實是絕對不現實的 而我們如果作為一個比喻就是 自從十九世紀 我們每一代人 都比上一代人的資源更豐富 每一代人都某個層面 是比上一代人前進了的 我們認識的世界都多了 但是呢 在不同的地方 永遠都是師傅最大的 師門是最大的 然後呢 其他人的師傅是最好打的 而且甚至很多時候 有什麼問題呢 就是用師傅出手來解決 所以呢 在一個傳統的觀念 保守世界裡面就是 上一代 我們下一代 所謂下一代的人呢 是ordinary到上一代 聽上一代的話 受他們指揮 他們的對的了 我們聽的了 就好像我說青春變一樣 他們對的了 我們就聽他們的話 師傅就沒有教錯我們的 我們學會好 要不然呢 你就不孝 不孝 我們要孝順上一代的 那是張哲的南俠呢 你會發覺呢 他過了獨臂都之後 為什麼說獨臂都 就是一個節衷 獨臂都 他就有個師傅在那裡 一去到大廁下 那個師傅已經不存在了 他雖然有一個人教他功夫 但是教他沒有份 但是很快已經不存在了 他們就自己要出來 走走江戶了 其實跟香港的關係呢 就是呢 香港人 自從1949年之後 他不論幾大年多 他來到 沒有鄉下找 沒有鄉下 不會回鄉下 找回鄉下 找回鄉下的了 有什麼事你就在香港 這個地方解決了 你有兄弟就有兄弟 沒有兄弟就認識多一些朋友 就是 以後你的朋友就互相幫忙 互相同甘 其實五六十年代 所有男人都是這樣的 所有男人 就是你謀生 你就是認識多一些人 認識多一些朋友 有什麼事 有朋友幫你 整個世界就是要 現代化 一個成年人的期望 根本就不同了 而其他人的學習片 還在說那種 有什麼問題 找師傅 師傅出來 但是張哲就說 我們出來 走走江湖 最上一代 永遠都是壓制我們下一代 其實很多的故事 因為他在少時都是比上一代 張哲就被李漢祥拍攝 李漢祥他們拍攝運輯片 拍什麼武漢祥片 武漢祥片 武漢祥片都可以的 第一 不賣座 我們買過 你不懂得拍嗎 其實他們真的不懂得拍 但他們會覺得 我拍過了 武漢祥片 我們不行的 你不明白的 你不懂電影 就是李漢祥 他整個系統在 整個邵市 那幫手下 那幫金班 有一幫金 李漢祥玩吃 李漢祥都在少時 就是有他的地位 就拍 李漢祥就監製 他們就叫做導演 雖然李漢祥叫做總導演 他們叫做導演 他們可以拍 那他們全部都是跟著李漢祥 於是他們就是 都是 無論是和沒調 或者是問了點 都是這樣的 你不懂得拍 那張哲就說 上一代永遠 他世界觀看 永遠都靠著上一代 這個世界就沒有進步 於是張哲就建立一個現代的意識 我們要自己找自己的路 於是他的角色 他的角色就不同了 就是很講究自我的 他不是只能打殺的 那些角色全部有自己的原則 而上一輩那些 整天都是一些老奸巨話 口就滿口仁義道德 張哲就有一個特色就是 我們看 無論看語片 或者文藝片 那男主角呢 很多時候都是窩窩不得自的 不順境 當然了 你知道如果50年代初 我們人頭於事 找一份工都找不到 那就加快報告時 但是呢 其實香港社會到50年代 中後期 正如我們講的那些人 60年代都少康了 其實這個社會是需要人才 但是呢 拍戲那些人 一輩子都在講一個 很不得知的男人 很憂鬱的男人 是絕對不會屈服的 不會受不了的 於是 張哲就是講這種人 但是 之前呢 沒有人敢講 我要做一番事業的 你看看語片你不會見到 你不會見到文楚飯 我要做一番事業 張活油 張英 我要做一番事業 闖一個天下做一番事業 最多就是 唉我好慘啊 我現在就寄人離下 我現在今天有這樣的地位 全靠我老婆的老爸 看一看 或者附陰 我說如果我一走 我就什麼都沒有了 是一種被現實困住的男人 而張哲就說 不是 男兒子在四方 無論如何 我就是有大事 我一定要做 我當然了 張哲也會說 什麼不得知 但是呢 當他抓緊那個機會的時候 他會躺著身去做這件事 這個是整個價值觀的改變 為什麼張哲 武俠片這麼重要呢 就是整個對價值觀的改變 好 很清楚 因為我之前以為你要說 這個新武俠片 我以為純粹是從形式方面說 因為很多人說 來到這一期的新武俠片 它最主要就是 它的場面大了 它的動作是要求要真 因為以前的 通常都用一些不派的 那種舞台式的表現方法 比較假 但是張哲第二一批 從這個時期開始 那些新武俠片 就是要真 場面大 很多血腥 我以為是講這些 但你現在就講到核心價值 我是很認同的 雖然我只是看了兩套 但是刺客很明顯 由一開始 由女朋友 到最後是情人 招攪攪 其實招攪也是很奇怪的 角色 一直就是支持她 不斷地說 到最後她死了 她也是跟另一個女主角說 我知道她就是想完成一件大事 雖然我不知道是什麼事 但是我會支持她 是這樣的角色 其實她說要完成一件大事 就是要刺殺那個她認為是那個王 這個你講完了沒有 那你覺得這個新 當然她 其實是影響到每一層面 一個例子就是 男主角 張哲不單止知道她要拍什麼 而且她知道 相應地我要有一種男性的演員 和過去的不同 女星主導之下 那男星是什麼呢 通常是帥仔 又是柔弱 最典型的就是 如果國語文藝片就是 關山 雷鎮 張揚 都是青靚白正 很帥仔 如果語藝片是女奇 就是典型的那些所謂文藝片 都可以 柔弱的 斯文帥仔的 當時都是大陸 張哲就知道 男性的所謂陽光魅力 是另一種樣子 於是她會首先搞了黃語 然後跟著就是羅列 羅列絕對是一個醜樣 不是 不要說醜樣 絕對不是一個很帥仔型的人 黃語都是帥仔 最重要是有性格 什麼叫有性格 很難說的 還有一些男性背力 然後現在陸續 張哲對男性的 Sensibility 是很準確的 她又帥仔 黃語落年是第一代 然後跟著就是發覺了 狄龍甘大衛 狄龍當然從任何的角度來講 狄龍都是一個非常帥仔 非常壯健 金大衛已經不是高了 但是張大衛就教了性格 然後跟著有陳寬泰 更加不算一個所謂英俊小生 然後還有黃中 李修妍 一個個混下來 但是每一個張哲捧的人 都會發覺 她真的有一種男性的魅力 因為那種人 雖然不好養 黃中尤其應該是不好養 她的唇又翻了 有一點比較明顯 但是呢 反而我們想一下也知道 外國很多的明星都不會養尊榮 好養尊榮 好養尊榮 肯定不會養西部片巨精 她的樣子不是帥仔的 但是男性的陽光就是陽光 是形成的人 是英雄的名像不是正格 從此香港的男星的選取是完全不同的 雖然其他同期的導演 都是在拍短片 但是沒有一個人在用張哲這套 這樣的心態或者方式去拍 甚至對男主角的情況 的要求都沒有 直到誰出來呢 就是李小龍 就是完成了張哲的革命 當然李小龍不是張哲發覺出來 但是在張哲的美學的極致 就是李小龍 李小龍一出就不用說了 只有某個程度 李小龍都是有張哲這樣的 在先前鋪排了一個這麼好的背景 李小龍出的時候 張哲已經做了賣了導演的三四年 也就是四年 全部都是她在做整個影圈的票房 李小龍一出 那才大家都知道 這些演員是很有錢責的 這些人是不收責 李小龍在這個情況之下 就更加容易被接受做主角 從簽了李小龍之後 李小龍都說那種票房的 是三級票的 就是把之前賣掉的水平之下 以前是一百萬 李小龍是第一部 唐真是三百萬 二百萬三百萬 三百萬 我記得是三百萬 三倍了 但是整個革命到此就完整了 之後的所有香港片 一直到今天 我不說這幾年 到後期 香港出的都是最厲害的 都是林明星 而且林明星也是當年來的 整個電影跳房的 最多後期的周恩華 都說《古典樂學》 當然喜劇有另一個姿勢 但是張哲作為導演 對香港電影的一個 如果我用學術的名字 叫做《Paraidem Sheep》 整個典範的改變 是張哲一手 把這個改造出來 而我們可以說 這個改造 不一定每個電影傳統都會誕生的 很多電影傳統都從來不是這樣 結果到今天都不是這樣的 都沒有建立出一個這麼強的男性形象 不是理所當然 所以是時勢做英雄 但是不是的 或者我必然有第二個 但是不是的 有些東西是真的 跟創作者的 vision 是視野的關係 而張哲 就算我們承認 所謂時勢做英雄 香港觀眾已經完全願意接受 這種這樣的英雄 就是藍色英雄 事實上 如果要早些 早幾年都可以 但是問題就是 這個人才能做到 因為其他人沒有這樣的 vision 甚至可以整個影片 拍戲的人是完全 是沒有一個人有 是絕對不奇怪 因為拍戲的人 很容易產生到共同的文化 而任何改變對他們來說 都會覺得不能接受的 是不是可以了 你說這個 說完了 是不是 好 我覺得很好 因為起碼和我看到普通的資料 講張哲 或者講這個新武俠的觀點很不同 以及理順了香港電影的發展 尤其是你說的《Paradigm Shift》 其實真的 真的 以前都還在看 我們上一集都還在說的 蕭芳芳 陳寶珠 再之前都是嘉玲 或者再早的粵語電影 白燕 紫樂蓮 我們講的一大堆都是這些 女影星 那些男的 當然我們也不乎乎 張英這些事情 但是真的女星是比較主要 但是真的六十年代末期開始 出了張哲的電影之後 慢慢開始 尤其是李小龍開始之後 藍星基本上是主導了香港電影產業 蒲芳芳 如果我們講完這幾個比較特別的類型電影 我們不如去深入講一下 兩個你覺得是很重要的導演 就是在六十年代比較突出的 一個就是《楚源》 一個是《龍江》 我們先講一下《楚源》 好嗎 其實《楚源》大家都知道 都熟了 後來到了八九年代 他都是一個八九年代 他都做卡拉OK 都是很多人認識的 前幾年《楚源》 《楚源》《楚源》 《楚源》《楚源》 《楚源》 大家也講過很多 為什麼會講這兩個呢 戰後那批導演 依然是在整個六十年代的電影裡面 都是主流 到後期六十年代後期 例如黃瑤那些 陳雲 本身都是 二十年代入行 年紀跟他們未必 跟所謂第一代導演差不多很遠的人 但是《楚源》有兩個後期之秀 一個就是《楚源》 一個就是《龍江》 《楚源》的特點就是 《楚源》基本上是延續整個 我們之前講的 《中聯》的套 叫《進步電影美學》 其實《中聯》的寫實度 不是很寫實 不是對現實的認識 是有一套固定的觀念 《楚源》是延續這套 但是呢 而且他是文藝片導演 就是《楚源》是最重視的 就是本身都是 就是覺得 什麼是最好的電影 就是文藝片 在他們心目中的 今天是講感情 我們應該有很多層面的 那個年代 是講一些很哀傷的事情 很沉重的事情 講感情的 文藝片的最高境界 但是他們說悲劇的意思就是 悲哀地哀傷地死 是一種英雄和命運抗拒的 英雄式的死 完全是一回事 他們哀愁 很慘 很慘 非淒慘還是死 是一種 對他們來說 是一種最美的一種感覺 《楚源》成澤這套觀念 不過 他是在很多方面改造了 所以他既是延續 某個情況也是一個發展 而且《楚源》是很厲害的 其實也不僅是他 就是上一輩導演 巡劍和誤回都很厲害 就是除了淒慘的文藝片 只是拍喜劇他們都可以的 《楚源》一方面 就是叫他多面手 他可以拍不同類型的喜劇 我們前面提到的 所謂《小夫妻》的喜劇 他拍過很出名的《大陣夫日記》 兩集 以青春喜劇來說 他有拍過很好的 幫陳寶珠拍的 叫做《小女添丁》 蕭芳芳的一部 都相當好看的 叫《月女神偷》 也是他導演的 他也有拍到所謂的 現代旅遊片 有我們最出名的 所謂《女殺手》 是首歌出名的戲 大家都很少人看過 《楚源》的現代旅遊片 是好看的 因為他拍《黑玫瑰》 《黑玫瑰》 對《黑玫瑰》 然後到《紅花合道》這三集 都是有趣的 是有些很有趣的構思 所以《楚源》本身是很聰明 亦都令到那個《月典》 延續了那個美學 而《楚源》一生人 最重視自己的這部戲 就是這個《可憐天下服務衣》 都是所謂寫實的戲 就是講一個 教員失業之後多麼悲慘 那應該是19 《可憐天下服務衣》應該是1960 對嗎 那就是 就講失業 就是很有趣的 那部戲是很賣座的 就是《楚源》 就是這樣 他們現在都為這部戲自豪的 這部戲是寫實說的 社會的悲慘 那於是張活由 作為一個小教員 那樣 由於 就是有勇氣去講話 那樣就是被炒 被炒之後他失業 然後他就在家陷入危機了 那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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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樣就是很悲哀 那樣就是 那樣就是自殺 那樣有些人就 那樣就是他們的學生 走來說 不用了 那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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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樣就是打燒 那樣就是這樣 那樣就是這樣 但是其實這部戲呢 他雖然很專業 但是我多天都不喜歡這部戲 那樣就是 年份固然是一個小因素 但是我們都不夠保證 當年後就是一個 就是容易有失業 還不穩工做的時候 那樣就是 不是因為他所謂的 脫離事發 我不會這樣低評過他 但是呢 就是跟那個時代已經不同了 但是呢 他整個觀念 比較和寫實的水平呢 其實是 我都講了很多詞 我不是很喜歡 那一年代的寫實 因為他們其實對現實觀察 是不深入的 就是不認真 沒有認真好調查很多細節的 那時候呢 他對他瞭者的現實的認識 的深度不夠 而他呈現成情節都不好的 講生活感呢 都不足夠的 那當然有好的造反 之前《金銀子媒》有他 很好的優點 放在年代右 其實是一個非常好的優點 但是呢 如果是精神要求一些 更高層次的 其實我不會覺得 真是活躍不了 海源雖然在延續中 是中聯美學 他絕對是中聯美學繼承人 但是呢 他就知道已經始終始代不同 有一些故事已經講過一次之後 他要再講呢 他就要講得更加曲折動聽 我舉一個最容易舉的例子 其實呢 他50年代 他爸爸的那間 那間公司叫三連 就拍了一部電影叫做《長生塔》 然後呢 然後到了火源的時候呢 大概是1980年之後 《長生塔》大概是16465年 我忘記了 然後到了1964年呢 坐完就拍了幫三連公司拍最後一部電影 應該是三連最後一部電影了 拍了一部電影叫《風》 那兩部電影基本上呢 其實《風》幾乎呢 就等於一次重拍《長生塔》 《長生塔》 《長生塔》最近才在YouTube上用 《風》好像一早已經有了 所以都找到 那問題就是 戲雖然重拍 但是舊那個《長生塔》呢 它是描寫著 由於整個男性社會 更是所謂男性 所以呢 一個媳婦 生到兒子呢 你就是寶 我就很尊重你 你不生不到兒子呢 我就一定會 強行找別人幫你生 你就在家庭沒有地位 那意思呢 你生女兒呢 就在家庭都沒有地位 那整個就是說這個 批判所謂封建觀念的 批判這個封建的思想 就是重男輕女的封建思想 那所以在這裏呢 結果就 主角發現 結果就因為生了女兒之後 就給回整個大家庭 將會有大家庭 就再加上騙她老公 那時候呢 就強行迫到 困在台房裡 變成一個瘋子的女人 那樣 這個是《長生塔》故事 到了六四年的時候 他拍攝呢 他呢 坐原依然用這個做 所謂基本的構思 但是呢 他要講得更加複雜 更加動聽 於是呢 整個故事 除了這個基本構思之後呢 為什麼那個女主角會變成 被人嘗試逼風呢 他設計一個角色 哦 原來呢 就是一個人有陰謀 要去害那個女主角 因為他想增產 那麼他就要害那個女主角 於是呢 劇情就更加說了 所以呢 他們就報了一個壞的封建 就形成化一個 成為一個壞人 可以用來做設計 對付女主角 於是呢 那個壞人應該是李英琴 就處處暴陣 處處在中傷 然後用判斷的手法 害到那個女主角呢 就被困在柴房 就嘗試逼風 就開始害他 於是呢 其實呢 雖然他是延續 但是坐原呢 是很知道 我要將這個故事 講得更加曲折動靜 而呢 他其中最主要的條件 就是更加所謂的 melodrama 就是更加通俗劇 我們後來會看無線很多戲 為什麼 原來這些戲是最好的呢 就是呢 你一定有形象化成一個 奸人 衰人 這個衰人要陷害中良 害女主角 用了一個角 某些人呢 墮入這個陰謀 所以呢 那才可以上一個 TVB的劇集 其中一半以上 都是講這些東西的 一定有一個衰人 壞人 犯法 形象化了 他衰到貼底 大家恨他 恨這個角色 所以他做了這個東西 那他在害這個主角 那些事 由於他不斷壓迫這個主角 我們又關心這個主角 痛恨這個犯法 那呢 其實這個成熟呢 或者是成成一種慣例呢 其實內年代整體都是這樣的 左元 在方柔其優為之 那就是呢 更加會多了這些設定量 就是在這個內年代 其實某方面都是一個 粵語片的一個 一個 不是那麼明顯的 一方面 因為他都會說 都是封建社會 某些壞的特化 但是呢 很多時候他們都會說到 更加會設計一些所謂 壞蛋國式 令你痛恨的人來 去增加你的感情的投入 那就是這個 可原和之前的一代人 雖然他在延續他們的精神 但是在技巧上面 他有所改變的一個特定的時間 即是特定的變化 那呢 其實呢 你再說豐富和長生塔 我們在之前中聯 我記得其實你都有略提過 當然 來到我們六十年代 我們都是要繼續提 因為豐富是一個很厲害的人 他五幾年開始拍戲 其實他一直拍到 九十年代他都在拍戲 所以為什麼我說 可能我們很多聽眾都一定認識 豐富是 他不單止是導演 他做導演之前 他應該有做過編劇 做過長記 什麼都做過 之後當然他也做了演員 而導演的那些片 當然你說他最有名的 就是那些小康之家 中產家庭 或者是文藝片 但其實原來他也有導過一些 武俠片他也有導過 就是楚留鄉之類 可能後期一些 其實今天香港人記得的 多數都應該是 因為他的方兆事發 可以改編古龍的畫片 是啦 就是啦 楚留鄉 楚留鄉 楚留鄉是他有的 朱健央十六 好像他也有導過的 和迪龍 陸小鳳 很多很多 其實很多 趙氏的主要的古龍 都是《跪宇改編》 都留在他那裡 對 所以他真的很厲害 而且你又五十年代 很厲害 他的變化能力很強 對 天才一名 《跪宇改編》 《跪宇改編》也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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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跪宇改編》也是他 即是說他由最早期的粵語電影 的那一代明星 他是可以一路拍到 九十年代的明星 即是全部基本上都和他合作過 哦 《跪宇改編》也有發覺過 有一個小偷阿星是他導的 我知道 超級好看 我覺得都是很少男人 和他那個《大尺夫日記》 都有一些類似的那種風格 還有他有拍過《梅艷芳》和《張國榮》的兩個位置 可能是否唯一一套合作 即是除了《跪宇改編》 那套偶然 偶然 偶然 《梅艷芳》 其實是很多的 《梅艷芳》和《張國榮》合作過幾部 但是他之前已經有個緣份 是的緣份 偶然也是《跪宇改編》 《跪宇改編》 是的 是啊 那後來就有《跪宇改編》 是啊 我對《跪宇改編》 我對他還有一個認識 是否叫《梅艷芳》 那個《梅艷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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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梅艷芳》 他其實是唯一一部 我現在可以在YouTube看到的片 就是說什麼《紐約瑞士案》 紐約《梅艷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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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套片 《楚源》也有份參與 原來他是編劇 但是之後 因為有一個教授 現在應該是鎖會大學的教授 他拍了一部紀錄片 關於《梅艷芳》 就去問了《楚源》 其實《楚源》說不關他的事 他都根本不知道 因為他是亂 他有做過剪片 其實那套片也是 他有份幫忙去做剪片 《梅艷芳》 《梅艷芳》都拍的 《梅艷芳》 《梅艷芳》就不會 應該是 《梅艷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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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當時剪了《金門橋》 放在那裡 他當然事後就知道 是完全錯誤 他就自己笑自己 他說 那時候人們叫我來剪 叫我來寫 我就隨便寫 隨便剪 所以我看到他有什麼空鏡 我就放下去 他說《梅艷芳》 我就放了《金門橋》 但是現在看回 就有笑話一堆 但是你就看得出 那種靈活 鬼才 他不懂他都可以去做 那個編劇 根本 他說《梅艷芳》那套片 他說基本上收到片 他連劇本都沒有 總之收到片 他就自己 後來變成一個故事 這樣剪了出來 所以我覺得真的很神奇的一個 不單是導演 不單是幕後 他還是演員 大家也說過 他在TVB拍過那個劇 其實很好笑的 很好看 我自己也有看 其實我認識他 是的 我不知道他是導演 以前小時候 我只知道他是一個演員 而且他的聲音又特別好聽 他的聲音很特別 好像是播音完 很動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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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講的節奏 那個節奏也好 是的 他當時講的 已經年紀這麼大了 都講的節奏也好 是的 他拍的電影 那些笑片 他裡面也是 他一出來我就覺得 已經很好笑 不知道為什麼 總之我對他 我以為他是一個演員 但是後期再知道 原來他也是導演 又是編劇 什麼都做 真的很厲害 是不是差不多了 講完 講完的 因為真正 講完最好 我都還沒講的 就有幾部戲 就是第一部 我覺得 雖然我寫的那篇文是講 禁戀的玫瑰的問題 其實如果 左緣的整個 Sensibility 就是所謂 文藝片 茶巴裡 茶巴裡最出名的 一個情節 就是 那個男主角誤會了 那個女主角 當然那個女主角是故意的 那就是 女貪無虛榮 貪錢 於是他終於有機會 就賺到少許錢 他走去找那個女主角 就說 你貪錢 有個場合裡面看到 你貪錢 好啊 我們交錢 那時候就賺錢 那我給你錢 10萬夠 5萬夠不夠 10萬夠不夠 拿錢來扔 那女主角 這個很出名的茶巴裡 那場面 你看到茶巴裡 不止一部 不止兩部 我應該有 我希望我陣陣中有六七部 未必 而且我還沒看完 所以就 隨時可能會更多 現在 在60年代 很多茶巴裡 都會不斷地見到那場面 謝賢 擔過家庭 珠江擔過藍鵬 拿錢來扔 那類主角 是上線的 故意不只是採完 這樣做 但是採完對這個愛好 他竟然是不適 在不同的戲裡面 自己 其他導演 拍過兩三次都好 那不是幾件事 但是採完是可以 不斷地重複的 拍了很多次的 這些事情 但是呢 其實如果代表他 作為他的文藝展的優秀 我覺得 陷雷的玫瑰 就是今天找到 你如果一般在YouTube 或者在網絡找到的 就陷雷的玫瑰 是比較好的一部 我也挺認真 那就是 是不自然有錢仔 不斷幫一下胡鋒 但是結果 他在愛情上 拍到書給胡鋒 很有趣的 很有趣的 很微妙的 這個關係 但是呢 真正最好的活力 都是現在 應該在街上找不到的 那一部叫東戀 liksom 我來說是戀愛的戀 residency 其實TVB可能有的 因為他們還沒出的 可能 US upper 也ERS有的 所以 東天的冬 戀愛的戀 其實 伊達是一個很特別的 當年的霾奇小說作家 今天有沒有認識的人 也沒有那麼多 已經不是一個所謂 crest要 護繡的人物 在那一年代後構思是 他大致了 等於今天的譯書這麼紅 當然他講了一年讀書 當然沒有今天的譯書那麼多 左緣就改編了很多伊達的小色影 其中一個就是《東戀》是最好的 向我推薦這部戲的人 就是我很珍珍的朋友 就是陳家翔導演 陳家翔說這部是好東西來的 我喜歡找到他的看法 的確是好的 一方面他當然是那種很傷感的 都是一個作家認識了一個《忌耐》 可能不知道是否知道是《忌耐》 本來作家都不介意 誰知結果《忌律》都是臨到定婚的時候 突然失裝 然後有一些更複製的故事 這部戲好看就是 他很多場景其實都是外景拍的 現在外景拍出來很低的 當然他嘗試有配音 有些歐洲片的感覺 前段尤其多外景的 省的手法是很先進的 手法已經很大膽 左緣是永遠可以跟得上時代 很多導演在技巧上 都跟不上時代 即是不會有新手法 左緣是不斷可以退層出身 所以到20年代他拍《古龍婆》 一定可以有 大家會覺得有自己的個人風格 當時是一身觀眾的意味 其實另外還有一兩部 給作所演的重要電影 一部雖然非常失敗 但是它很重要 因為它叫做《冷戀青春》 《冷戀青春》已經是1969年了 就是青春片的一個人 當時就叫做《冷戀青春》 叫做《冷戀青春》 叫做《冷戀青春》 集體演過《冷戀青春》 但是那個認識正如我批評的 那時是《冷戀青春》 都是說年輕人很危險很不對 用上一輩眼光 然後他講《冷戀青春》 講《冷戀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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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曾江 好像有珠江 有男朋友 秦沛等等 秦沛當年是一個 那時是一個年輕人 講這班飛仔一樣 就是女子很幼稚地 互相去做一些犯罪行為 69年是什麼概念呢 我有時就是這樣 就是有時看那年代的大學生片 我就想想 安在普安華大概那時候 就差不多讀大學 你想想 我們用文件來倒轉 而我們看 因為安的同學大致 是今天的後尾 可能做了高官 就是我們只要想一想 這班人 他們的戲裡面 正在用著所謂的年輕人 劇情 那班他們的行為幼稚 而且 歲小什麼都不懂 好笑好人 那班什麼都不懂 而現實中的人 是未來的 無論他們怎麼說 無論那班 是好人壞人 但是他們的能幹 他們的能力 他們的成熟 我們不會懷疑 未必是陳方安心 未必是 我對那班高官的 什麼年份 但是我們知道 後來會變成高官的 這班人 我們怎麼可能拍照到 跟現實中 這戲裡面 跟現實中 我們今天所 後來認知成為 香港社會精英 那班大學生 都不在一起 是嗎 而呢 他竟然是這樣說 一班 即是他在做一班 為甚麼 寫實主義 這些技術 是為甚麼可以假呢 即是有時候 你會發覺 我常常說 為什麼我們 很多人 強調 語片的寫實主義全部 是多麼珍貴 而我 為甚麼你會發覺 我的講法 經常都 對當年的寫實主義 這麼保留呢 甚至 你可能會覺得 我正在諷刺 他們 但事實上是這樣的 他們一方面 號稱他們寫實 說他們寫實 跟現實是 完全脫折 但是 冷靜清脫折 你看回 這個就是 這部戲是不好大型的 真是不好的 但是呢 依然是坐完 於是呢 你在一個 躺在某些觀念之下 如果你不成熟去處理 就會變成這樣 雖然 坐完這麼好的做事 但是坐完同一年 就拍了一部 手帕上非常新穎的浪史 也是出名的 就是謝賢曾剛做 兄弟 而且我覺得是好看的 以快樂 60年代來講 水平是非常之前衛 很多手法都是非常之前衛 也是高明 以語言來講 是非常之優秀的一部戲 你剛才提到的幾部 我都找不到來看的 就是冬戀我看不到 冷戀青春 因為冷戀青春 跟我們之後要講龍江 那個飛女正傳 是不是有些關係 因為我看到有些人 是將這兩部電影比較 都是講飛仔飛女 或者青少年問題 我待會再講龍江 但是我都看不到 冬戀和冷戀青春 這兩部片都看不到 是的 在美國有更加困難 如果在香港 他爭取資料館 他都可能有帶去 那是不是差不多了 即是60年代的坐月 好 我們就講龍江了 龍江就厲害了 因為我都很 其實都幾 embarrassing 因為我說自己 喜歡看電影的人 但其實我從來沒有看過龍江的戲 都是因為要做這一集節目 一早就提前 陶峰就發了一個名單給我 裡面就是有他四五部電影 我才是第一次去看龍江 當我看第一部 因為在你的名單裡面 你第一部寫了是飛女正傳 所以我就是第一部看飛女正傳 我就已經馬上發訊息 我說很厲害 裡面很多宗教東西 好像我第一次看到這樣的宗教東西 一部一部一部這樣看 就知道終於明白為什麼 有書 我記得我回到香港電影資料館 香港電影資料館 其實是有書 剛剛好像是那一段時間 你經常有一個龍江的展覽 對人知道什麼 但因為我那時候真是孤陋寡民 因為我不認識他 我也沒有什麼去留意 我只是純粹去 因為時間關係 我只是看了一陣子 我就馬上離開 又沒有買他的書 現在很後悔 其實真的應該 那應該還沒斷辦 你等一下會找 是的 這次回去我一定會去買 立刻一定要找回這些龍江的資料來看 因為 雖然都有一些影評分析 就是找一些專家來分析 是的 真的很厲害 在那個年代 先講一下 你給我那幾部電影 是什麼電影 有《非女性傳》 其實它第一部電影 《波音王子》 《波音王子》 《波音王子》之後就是《槍》 《英雄本色》 《英雄本色》之後就是《槍》 接著就是《非女性傳》 接著之後就還有其他作品 但是我相信你今天 《波音王子》應該已經是最後一部月月片了 是的 那些是國語片 昨天今天明天那些是國語片 所以主要就是四部月月片 但是只是憑這四部片 已經可以奠定它的地位 尤其是《英雄本色》 應該個個都會知道 就是之後的吳宇森拍的《英雄本色》 還有韓國版其實都有拍過《英雄本色》 就是近這幾年就剛剛出了新一個版本 就是向吳宇森的《英雄本色》致敬 但是又看回一些資料 就是說龍江這個《英雄本色》 其實都可能是抄以前 吳楚帆的一部舊戲 是不是 就是有 不是抄 但是有自啟發著 不是語片 不是語片 現在我先去找個名字 不是 《火屈幽蘭》 1961年的 不是這個是亂講 我知道 亂講的 是 亂講 你一會兒可以再講一下 《火屈幽蘭》 我翻《黑幫》 我翻《黑幫》片那本之後講了 是的 《黑幫》片其實有三個語片版本 龍江這部是最不像的 哦 OK 好 基本的情節仍然在 好啊好啊 那你現在想怎樣說 你是根據他的年份來講 是嗎?《波音王子》 《波音王子》 《波音王子》 第一部就是《波音王子》 其實我就 很幸運的 我提回聽進 所有《龍江》這幾部電影 全部是YouTube有得看的 所以大家真的不要錯過 快點去看 真的很值得看 是的 還有一些都是 某個頻道放出來 但是不是 我不是講TVB的 我自己的頻道 但是有些頻道放出來 其實有兩部都是 另外一些渠道放出來 所以他們不一定可以 一直可以放在那裡 但是可能也是版權問題 就是沒有一個owner在管 這些版權 都是他放在那裡這麼久 正常應該是 應該就不會被人再抽 這個《槍》和《非力政傳》 主要就是 是不是因為《光毅》 其實這間公司 現在都管理 因為《槍》和《非力政傳》 不是《光毅》的 是《波音王子》 和《英雄》本身是《光毅》的 然後《槍》就是借言的 《光毅》的《非力政傳》 現在應該在TVB 所以TVB 有一個語音頻道 語音場片台 他們就放出來 所以如果你這樣放 《英雄》和《英雄》本身 也是在TVB的語音場片 放出來的 《槍》和《非力政傳》 不是《光毅》的 好啊 那我們第一部 是不是講《波音王子》 其實我本來就打算 都是《X》這樣說的 那你總體講一下《龍江》的特色 因為我覺得 如果再細緻 逐步講 可能我們日後再做《Podcast》 再逐步講都可以 但是我其實有一點點感覺 我覺得《波音王子》 等你講一下 接著我再看看 其實不如你講《光毅》 我先再講一些 我沒有所謂 其實第一 你是一個非常好的研究者 你可以講一下你自己的觀察 我再講一下整體 我自己怎麼看《龍江》 我先講 因為你已經講了《楚源》 或者張哲究竟有什麼新的東西 這個都令我 我再重複一下 我自己的想法 我覺得《龍江》 比較起我之前看的粵語電影 它有什麼新的東西 或者有什麼令我很驚訝 除了我一開始說 宗教問題 就是它放了很多天主教 有十字 有整個聖誕的儀式 我都覺得很少我會在粵語片裡面看到 另外我覺得角色上面 尤其是《波音王子》裡面的那個媽媽 那個媽媽的角色就是黎民 應該是黎民的角色 其實她好像一個聖母的角色 很循循善友 但是她在傳統的粵語片來說 很少會有那個媽媽 為什麼呢? 因為她的女兒 其實就是因為想著拍拖 她和謝賢談戀愛不讀書 然後讀書讀得很差 連孫中山的名字 我們國父的名字都不記得了 所以讀書讀得很差 回來和媽媽哭 如果我覺得以以前中聯的那種寫神美學來說 媽媽一定會罵女兒的 就說你這麼頑皮 你快給心機讀書 你不讀書 只顧著拍拖哪有用的 但是誰知道黎民在這裡 她安慰女兒 她完全不是這樣去罵女兒 反而就說 你現在這麼傷心 你現在這麼什麼 是因為你真的太投入這個愛情 你就繼續認清自己 最後就說 你什麼時候有空帶你男朋友回來見我 這個媽媽我覺得很離奇 完全不是我想像之中那種傳統的媽媽的角色 所以這個特別感到很不同 另外裏面那個女主角 應該是夏娃 即賀子清的角色 她裏面有說 謝賢就是波音王子裏面的主角 她就是波音王子 但這個波音王子不是天生出來 也不是謝賢自己 真的自己走出來就會變成一個波音王子 其實就是由於這個女主角 就是賀子清的角色 她其實是將她創造出來的 所以她的名字叫夏娃 其實很有聖經裏面的故事 夏娃 大家知道聖經裏面的夏娃就是那個主角 是有一個創造的意思 夏娃是演員名字 是演員 但是她是演員名字 演員夏娃的角色就是賀子清 夏娃是藝名來的 之前的那個名字 OK 是的 那就很有這個關聯和聖經 它裡面其中有一個對白 它是講到說 就是為什麼她會喜歡謝賢 為什麼喜歡這個波音王子 其實這個波音王子 完全是由我創造出來的 我訓練她的 我教她的 然後又教她怎麼穿衣服 教她怎麼做這個波音王子 然後令到她成為一個出色的演員 就是這個波音員 亦都成為一個出色的男人 接著我 就喜歡了她 就是那個 那個我又覺得 嘩 又是好像 是不是講耶穌那樣 又是有這些 宗教上面的東西 那麼這些 我覺得 宗教在這套戲表露無為 和以前的粵粵片 我都是不覺得有這些 那麼 還有另一點就是 當然它裡面有一些親吻鏡頭 我記得你之前給我看過一部片 就是白彥彤和吳楚凡是有試過親的 我不知道那個是一個借鏡位 但是很明顯 謝賢在這套戲 和女主角的親吻鏡頭 就一定不是借鏡的了 而且兩個是赤薄 就是脫衣 當然不是露的那些 但是都挺大膽的 是那種 就是有一個情慾鏡頭 那這個都 應該不是和陳齊仲 應該和另外的演員 和另外的那個 是和另外的那個 那些女人 肯定不是和陳齊仲 是的 應該是 應該是 很長大的 永茂出身的 是的 一個救了她 不知道是遇到難 救了她 然後她一直住在那個女人的家 當然就是因為這樣 就令到她意志消沉 離開了這個播音界 就是那個故事是發生的 所以這幾點 第一個就是媽媽的角色 第二就是創造這個建構造 就是有少許事 和上次我說的那個改造小姐 都是一個現代社會之下 原來我們有一種現代的標準 現在我要做一個播音王子 我就教她怎樣穿衣服 教她怎樣做這個什麼 就成為一個萬人迷 當然這套戲裡面有很多實景 有學校 學校的女生穿了校服 然後她們拿著一個 應該是手音機 我覺得這些都是很細緻的描寫 是說到這個播音王子 當時在少女心目中 如何風魔一時迷倒她們的心 這些很細緻的描述 我都覺得是 令到整個戲的角色 就是厚度 這個播音王子 在當下真的很流行 很萬人迷 很吸引人 這些很少的東西 你就感覺到 好 好 先講一些 其實你當然也觀察很好 我可以補充一點 我真的看過很多很多語場片 真的有些是 我確實是歸納夠膽這樣說的 例如你講中間意識的問題 最明顯的了 因為語片是不會有風格 就是一直以來 都沒有真正的中間意識 現在很簡單的 以中聯系來說 他說這些叫做 我是反風見 反迷信是他基本的 所以他固然不相信 中聯固然反所謂討迷信 那些滿天神罰 那些 他的家親鈔都已經在控制這些 也有很多戲都在講這些 今晚節目之後 就是你病了 不看醫生 就是他後神不怕 這樣 他說醫不好 他就害死人 中聯的整個傳統就是反迷信 所以呢 他固然不相信這個 中國的土迷信 更加會相信這個楊迷信 所以呢 中聯是從來都不會講這個 宗教的 其中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 他是信聖誠教的聖誠教徒 那所以呢 他在電影裡面 真正在講所謂 罪和救贖的 這個作為電影的主題 在語言裡面 基本上是 不是讀一部二 都是鳳無倫閣的了 那是講到罪的問題 罪和屬罪的問題 其中最重要的兩部 一部就是《火安王子》 一個附伐多樂的人 這樣 那是 自然一出就已經是 其實是風流梯躺 這樣 這樣 然後呢 就害了女孩子 這樣 終於知道自己 不對了 就想去救贖自己 過人的救贖 這樣 接慘婦認罪 尤其重要的 當然是 尤其 主題再次很重要的 發覺就是 1968年的槍 槍就是這樣 這樣 害死了 司康芳的父親 這樣 就不說自己 是飛仔害死的父親 就想去幫張康芳 終於犧牲自己 這樣 作為自己的屬罪 這個是 在語片裏面 其實不單是語片 而且在語片裏面 都是非常獨特的一個主題 那這個是 那這個是 龍江當年的一個 應該是 很大膽 也都很大 它是活的 因為其實 屬罪 其實作為一個 電影角色主角的 動力 是 在 今天很多 所謂英雄性的電影裏面 都會出現的 就是 某個主角 就是 在某一次 犯了一個很嚴重的錯誤之後 他一直都很內疚 然後 終於有機會之後 他就 終於 做回一次 再一次這樣的機會 他就做一次對的行為 對的行為 而且不惜犧牲自己 這是 我們今天常見的 很多英雄故事 《超級》都有類似的故事 這個屬罪固然是一個 對龍江來講 認真的宗教命題 放在他的認真 廠主題的電影 本身也是一個 很有效的 一段 其實 因為某個情況都是一個 屬罪的英雄 社會不比賽 他不惜犧牲 最後都是 犧牲自己 成全有自己的弟弟 屬於龍江一個 很獨特的那個年代 放在那個年代 甚至不單止是 日本的概念 是一個獨立獨行的 電影的主題 龍江是 就是很獨特的 但是 如果放在 還有一些基本的東西 可以解釋 講一個幾樣 我覺得龍江最重要的 第一 他一方面是寫實的 但是呢 他的寫實 就和我一直在批評的 語片的寫實 全部 就有很大不同 有幾個重點的不同 就是 不單止一個 就是 由 呈現手段到 他的 態度 基本觀念 都是不用的 首先呢 當然就是 所謂的寫實 就是 語片的寫實 是不做這些手集的 或者是 做這些手集的 態度很粗俗 除非他自己在行裏面 什麼叫做 除非在行裏面呢 我們說他要認識 雖然他未必是完全真實 但是 在表面上真實 他是做到的 到這裏面上 他講釋囚呢 他就去釋囚表表解了 所以他又會寫功 然後到了這個 非在行裏面上 他就是 我們看也知道 他一定是 這個語片做過一次 做過訪問 拿一些個案 來作為一些他參考的資料 這個是很明顯的 而這個就是 很重要的就是 他會做這些 這樣的資料採集 去寫這個劇本 令到這件事情 更加真實 是一些他 本來不一定知道的事情 他會知道 甚至觀眾不知道 我整個月 他會變圈從來都沒有呈現的 例如 他應該第一次 我都不肯定 他在電影裡 在語片電影裡 第一次出現 社會工作者 就是社工 從來沒有好像 這麼飽滿地 認真地呈現一個 原來就知道 這個世界有些 叫做社會工作者 他認識那個女童年 那個院長 阿曾江 或者家寧 做那個職場聯會 的主故 這個社會工作 去幫助這幫人 然後更加重要的就是 不僅是一個 表面的真實 或者做一些 研究 令到他了解這個 社會問題 而呢 他嘗試 社會問題 他起碼呈現這個 社會問題的 真實背景 而真實 或者他真實一面 還有 幫他們解救的可能性 為什麼這麼特別呢 因為 我之前說了很多次 中聯的所謂批判 寫實 是一個整體文化的問題 是一個整體解決文化 所以 他批評的是 封建思想 對我們正在整項 去通過這個寫實 去解決 所謂中國文化整體問題 原來中國文化的負面問題 在他們的認知裏面 其實就是 在那一刻 那個階段就是 我們的策略就是要強調 中國文化的封建思想 怎樣 就呈現成一種社會問題 還有這個迷信 就呈現成一種社會問題 或者一些封建 封建方面才可以複雜 可以很豐富的 例如 縱南輕類 就是長生法的事實 他們一路路批判 或者叫做 有錢人 那樣 或者封建思想 他們作為 他們的批判社會 寫實 是在說這些整體問題 他們從來沒有認真解決 某些很具體的問題 例如他們解決勞工問題 就是我們勞工團結一致 他們當然不敢說 當然他們的確說不到 我們不可以 我們組織工會 或者遇到一個官簽問題 他們不會說我們鬥爭 通過一些方法去解決 他們只是說 這些有錢人 我沒有良心 然後中間有一個最重要的主角 你不要幫有錢人 這樣 我們就互相幫助就算了 他們不會真正嘗試 呈現一個 我們可能 怎樣去解決這些社會問題的方法 就地解決 香港問題 香港解決 龍江的氣勢 好啊 你現在 固然我們有些息囚 於是有些息囚的社會工作 去嘗試解決問題 他們可能 不可能絕對解決問題 但是的確有這樣的機構 去幫人去解決問題 是這個社會 他們已經接受著 這個社會建制的一部分 去嘗試解決問題 這個非理政主義 曾剛 是的 關女生不是每個人都得到救贖 但是起碼曾剛 是這個機構 我們都是會幫到他 幫到個別 剛剛是 都有個別的仇老幫 有些幫不到 就是殺了家人 然後什麼都好 結果解決不了 是另一回事 但是起碼我們有這個社會 用一些實際可以解決的問題 去解決的事情 又不是一個 總而言之 我們改決了 我們腦裡面怎麼看 那麼這個問題 就會解決了 龍江是 從寫實意識的角度 他在研究預言 但是實際 他對寫實的態度 他怎樣去處理這個問題 這個社會問題 他是有他自己完全的破壞 其他人的看法是不同的 這個是其中一個 在觀念上的很大的轉變 亦都是屬於他幹的 有些東西就是技術層面 龍江其實是有很多大膽的 他都說過 他那時候拍戲 整隊裙子都跟他作對 或者說作對不是 他看他不順眼的東西 他要他們拍一些 他們覺得不應該是這樣拍的 所以我們看龍江的戲 但是已經不太厲害 例如說王子 雖然劇情有些很大膽 他一開始就不主角 就躺在床上 有女人起山 晚上穿衣離開 那個叫余美華 這些很大膽的場面的處理 但是更加重要的是 技術處理 好像有一個鏡頭 比較低角度去拍 下公車 陳齊仲的女子哥上樓梯 這樣的低角度去拍攝 這些技巧 一看就知道 有些東西 我們語言裡面很少見 都不會這樣處理 然後到 一龍本色就更多 一龍本色裡面 譬如 謝賢出場 他就離開監獄 放監 放監的時候 他就找鏡頭跟拍 其實因為那時候 沒有Static鏡 Handheld 這樣拍 或者在外景拍 就沒有鬼 沒有鬼 這次鏡頭有點震 以今天來說 當然技術上 都不太好 他寧願剪 這個缺點 所以對孤來講 就是 這樣拍我就被人笑 但是 而他的手法是創新的 另外 有很多 很普通的手法 一開場 這個模式 那個女艷星 就在吊進一些業務 在做一個 沒有這麼大膽的畫面 的設計 另外 那段 有一段戲 周根 他放監之後 派人跟他 從一個 洗字區裡面走來走去 其實當年很少人 這樣跟蹤 然後他在一個 一個洗字區的環境 但是 你真的在一個 不是洗字區 而是在某個區 某個區 某個區裡面走去 走去那些場景 都這麼難 就是這麼醜的場景 那時候 我之前說過 那時候很流行拍 大會也多 可能拍 你拍得這麼漂亮的 我就走去拍 你拍得這麼醜的 我都拍 他就真的這樣拍 而且 又不去九龍堂 九龍堂就沒有人 他走去這麼難看的區 拍出來才有那種感覺 外景的質感 這些 其實龍堂在很多地方創新 我一看都幾乎覺得 好像是另一個世代的東西 就是跟語片是完全不同的世代 就是創造了一個新的世代 所以龍堂其實很奇怪 那年代的導演 基本上是 一年拍幾部 基本兩樣 龍堂基本上是一年拍一部 在語片裏面也是非常罕約 現在它的所謂認真態度 都在整個電影的語言等等的創新 墨基跪下 前景就是石堅看到兩條桌 就是石堅兩腳 墨基在兩條桌 將它跪在那裡 鏡頭的那種力量 就是完全是因為 鏡頭的前景的安排 基本上很少在語片裏面 看到這麼強力的鏡頭設計 我覺得事覺上特別 我由他英雄本色 你剛才說了他出獄 即是鄭兒出獄 他真的應該是實景來的 在赤柱監獄那裡拍的 他用了幾個空鏡 在高空拍攝監獄的鏡頭 即是那些線條 其實那種就是一種力量 或者一個政府架構的象徵 很明顯 所以你說那個社會的現實 跟以前中聯很不同 就是中聯是說的一種很虛妙 我們都知道他延續五四那種精神 在反封建 反舊文化 反傳統 他都是用那種口號式的 但是在龍江的電影裡面 你就真的看到一個切切實實的社會 裡面有一個政治的架構 例如好像赤柱監獄 其實還有一個很短的鏡頭 我記得是他有捕兵 即是有那些警察在赤柱監獄那裡捕兵 其實這些都很明顯是 就是軍隊、權力、政府這些象徵 你就切切實實看到他現在這個社會 是真的有一個有系統 有政治、有的人 即是有一個政府在那裡 但他又不是很簡單的說 一個反應政府是一個什麼政府 不是的 總之他就說了權力 你說又有很貧窮的那些木區 或者寫市區也好 應該是 都是實境去拍的 不是搭棚的 所以不是搭警 所以那個看起來 我又第一次開眼界 因為我自己不是那個年代出生 我也不知道 雖然看到是黑白 但我也覺得很震撼 真的是一個很神窮 和他之前借言 遇到那些女主角 其實應該是中環商業區的地方 高樓大廈後面是海運大廈 就是那些圓圈的窗 是很明顯是一個很摩登的社會 但是他下一個就已經去到這些 寫市區或者木屋區 就是貧窮的區 都是說出一個 當時香港的社會發展系 其實已經發展得經濟起飛 就是我們之前第一集 我講了一個前段 就是60年代是一個經濟起飛的時間 香港大部分都已經進入中產 但其實我們還是有一部分 就是它的寫市區或者木屋區 是等待發展的 有這一種的雙面性 就是社會的雙面性 還有就是補充你剛才說的 就是它的角色的多面性 就是以前中聯 就是永遠那個奇劇的衝突 可能就是貧窮 階級 就是有錢人 和對於這些沒有錢的人 他們之間的一些衝突在那裡 但是菲女正傳 消火方的角色很明顯是來自一個中產家庭 你看到他的家 在家裡漂亮得不得可了是很有錢的 應該就是他爸爸 雖然他爸爸死了 但是留下還有一些生意給他媽媽 但是他很明顯是一個中產家庭的代表 所以以為這個菲女正傳這些問題少女 是不是就是中產家庭 是因為這個社會都市發展的問題 但是又不是 因為他還有其他配角的其他線 譬如有薛家賢 其他不同的女角 那些女角他們在電影的後半段 其實交代了他們的背景 他們有些是來自紅燈區 有些我記得是有一個來自很貧窮的 就是家裡因為很窮 然後他犯罪 有些就住在母屋區 然後我的肥肥就是一個工廠妹的身段 其實他各個階層 就是說這些少女的問題 不是說只是中產 也不是只是貧窮 而是各個階層的都會有這個少女 就是都有這些少女的問題 其實也是反映整個社會 因為是那個社會的發展 你進入這個經濟發展 其實是不同人不同階層 就跟中聯以前很片面的一個貧窮 vs富有的衝突 在現在就複雜了很多 就是社會 還有就是多面向了 所以那個寫實的程度 我覺得又跟以前中聯很不同 是不是 應該是有意識的 就是他有意識是 用不同的個案 代表不同的背景之下所產生的 可能有十個例子案 就是他在訪問過程前 知道一些很多是這樣的 然後他抽出一些 然後作為一個 就是某種一個典型 不同原因的典型 然後再加上其他 可能類似的個案 一些情節 一些細節歸納性 其他那些 放在某些一個角色裡面 當然這個我只能是一個 估計 就是一個估計 但是這個 他是有意識地 說著不同階級 都 非女不是一種人 但是是某一個理想 或者是某一種人 而是很多 這些入內同縣 有很多不同的背景 不同的原因 而且這些是真實的個案 真實很多 比起秦云 就是秦云 秦云很喜歡說非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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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很不真實地說某些人 還有那些行為 是不合理的 因為他沒有真實的 認識不夠深 或者真實的 就是一個很概括的 很多 當時其實有很多非制片的 有幾部的 李詩琦也做過一部 學虎生潮 還有一些很大膽的 《非男非來揚》 也是李詩琦的 鄧剛榮 《非制片》 開大片 但是主要都是說到 黑社會就控制他們 黑社會一直想控制他們 等等的 你會發覺他們很粗淺的 因為他們根本都是憑著他們的 他們對世界觀之下 憑空上陣出來的 那你講完龍江 總體來說他的特色 他的特別之處 沒有? 我覺得是最普遍的 每部戲都自己看的 《槍》都是一個文藝片 但一個很獨特的文藝片 西西劇本 對 我知道 所以很不同的 用女性的角度去看 其實我覺得嘉玲在《英雄門本色》的角色 都很特別的 她以一個女人對所有男人 而且整套戲只有她一個人 相信這些息臭是可以改變的 其他嘉玲的對手就是龍江做過警察 這個警察很堅持她那一套 就是一天做過責任 永世都是責任的角度 龍江是知道她沒有份的 最初知道石垣沒有份的 但是她逼她 逼謝賢去幫她 去對付毒眼龍 對付石天 我記得龍江在街上 都是英國中環街景 遇到嘉玲跟她說了幾句話 我剛才是谷隆法院 她特地在那裡答的 谷隆法院就是說 這個真的是罪與法的問題 其實也是先主教的意識 一個就是講上帝的公義 就是龍江的警察各地 一個就是講上帝的慈愛 就是嘉玲 但是他們不是融合的 不是統合的 就是大家各地各路的 是啊 因為她的對白就是這樣說 龍江其實說 我有開車來 要不要送你 但是嘉玲說不用了 我們都不同路 就是那句也顯示到 就是兩邊完全不同方向 就是嘉玲就是 就是對付這邊的一個男人 或者是這個警察的角度 我覺得好像跟以前嘉玲的角色 都很不同 這個角色她是很有power的 這個女性 是很知識型 很專業 你要有機會看另一部 呂琪拍的嘉玲那部 真是最最同的 啊 時政不給名字 有機會再看 好啊 好啊 我們後一節再講 就要再看 那個人很出名的 好啊 因為嘉玲她做一個很大膽的 就是被情形控制 然後她潛著阿琪的角色 好啊 好啊 嘉玲本身是綱藝 但是後期呢 最後一年的時候呢 她特地有意識地 就脫離綱藝 又跟很多不同的公司 跟很多不同的藝人合作 所以嘉玲有一段 有一年呢 大概十人會 大概一年左右 自由生之後呢 突然間嘉玲 之前不會的 因為嘉玲基本上 只是搭謝妍 有時候 微微周通 但是現在嘉玲 這麼多不同的 一是嘉玲 演藝生命最後一兩年呢 那就 自由生 就 拍攝比較多 那一部電影 所以龍江她真的 她的技術層面 有不同 就是 電影原言裡面 有創新之外 她的實景 是特別多的 她的電影 真的比起其他電影 而且她的實景 不是一個虛模 就是拍攝 比如我們講過的赤柱監獄 在英雄本色她出獄 在昌 她因為講盲人學校 她也真的在一間盲人的學校 總之是一間學校的實景去拍攝 《非女正傳》應該也是借了社福處的 其中一個 那些少年康復中心之類的東西去拍攝 所以是真的 不僅是實景之餘 是真的 用回那個議題相關的 這個地方 其實應該是真的向政府申請 借地方去拍攝 所以這些是 和之前的粵粵片 都是真的很不同 這個雖然是一個趨勢 但是她仍然是做得最積極的 其實內年代的粵粵 就流行內景了 但是外景也有她的難題 因為以前拍黑白片 外景就流行 如果拍彩色片 對那個錦光的感光也不夠強 如果光不強 那你就難拍的 你拍的時間是少的 而龍江她就拍槍這麼積極 所以很多彩色影片其實是在廠裡拍的 很多彩色影片 主要都是在廠裡拍外景的比例 不是那麼高 好我們講究了 講究楚源和龍江 還有之前我們講了張徹的轉變 對於新武學電影 還有之後對香港整個電影的影響 我們還會有一部分 在第五集裏 我們下次再講 多謝蒲峰 好 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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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